看看新闻网 特意组建了一个智囊团 比如说一些新生词汇上面 我们都专门做了研究 上海两会直播增设了手语翻译 使人大代表龚伯荣特别的开心 因为正是他的书面意见 才使得手语翻译成为现实 上海荣亚有20多万 他们平时也很关心国家的大事 这好事情 为了更充分地集中明智 反映明义 是14届人大一字会议专题网页 将于明天开通 市民也可以拨打电话 提出意见和建议 记者陈慧颖报道